今天這些字已經看完英文字的句子之後 他才把一個字一個字的翻譯成中文的句子 然後他就可以根據前面這些字 然後來知道後面應該要翻譯成哪些中文字 好,那在開始之前呢 先給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呢,先大家想看一下 Machine translation應該是怎麼做的 譬如說,他想把我愛正德這四個字換成英文的話 他會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那第一個狀況是 他看到先他的我 然後他就翻譯成愛 然後看到愛的時候呢 他就另外一個地方 他就繞出一個love 然後在看到正德的時候呢 他就說出正德 那這是第一種狀況 那第二個狀況是 他看到我愛正德之後呢 他就直接輸出 我I love 正德 然後最後一個狀況是 他先看到我愛正德 然後先輸出愛 然後再看到 然後再看輸出love 然後再最後輸出正德 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他在做Machine translation的時候呢 他到底是 就像這樣子 一步就完成了呢 還是他看到整個資料之後呢 才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呢 那大家思考一下 然後再給他 給他 5秒鐘 那正確的答案呢 其實在 做Machine translation的時候呢 我們常見的方法其實是 最後一種 就是他在看完 我愛正德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再去決定說 我看完這個字之後呢 我可能會先看到 然後他就把它翻成愛 然後他就產成第一個字 然後他知道 他自己產生出愛這個字之後呢 他再去看愛 跟我愛正德這四個字 然後才產生出love 這個英文字 然後再產生出正德 就是依序的這樣產生出來的 那這邊有一個動畫呢 他其實就是 展示了如果如何從 這個應該是法文吧 換成英文的時候 他整個流程是怎樣 然後他其實裡面的這個架構呢 就是非常多個rm 所組成的 那我們這邊就 就看一下 那一開始這個字這樣丟進去 他就會產生出一個向量 然後這個字丟進去 他之後也會產生出一個向量 所以整個 整個法文字丟進去之後呢 他就產生出一個向量 然後呢 在我們這個 在做翻譯的時候呢 他就是跟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呢 他就產生出愛 然後 這個向量 我們再重新再看一次 就是 第一個字丟進去rm之後呢 他會成為一個向量 第二個字丟進去之後 他也會成為一個向量 然後 最後一個字呢 丟進去的時候 他也會成為一個向量 然後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向量呢 其實就代表了是 他已經看過了整個 這三個字的句子 所代表的這個向量 那在今天我要發音的時候呢 這個向量作為input 然後呢 他就吐出一個output 然後呢 他看到我愛 跟這個向量之後呢 他就再吐出亮 然後最後呢 再吐出stuit 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生成的方法 是像前面的三角 他已經看完整個句子之後呢 他知道說 這句子的前後順序是怎麼樣 然後呢 他再一步一步慢慢的 產生出他的參與這樣子 那 這邊先一開始先跟大家介紹說 為什麼 我們要用R呢 因為我們前面不是跟大家講的 就是 我們都可以用一層的 Fly Connected Data 做到很多不同的分類 或者回規這個任務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R呢 這件事情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雖然說我覺得 這個例子也蠻大 但我也想到其他例子 所以呢 譬如說我們今天想要去勸一個 就是看一個句子 他想要去預設說 他這個 他目前的情感是positive 還是mated 所以第一個句子呢 他就說 我今天想吃漢堡 那可能是一個 比較positive的句子 但是呢 如果是我今晚不想吃漢堡的話 那它是一個mated的句子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用的是一個Fly Connected Layer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它的info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句子 他們的info 是完全都是一樣的 所以 info是一樣的話 那Fly Connected 可以告訴你的 output 就一定會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就沒辦法去區別說 這兩個句子 所產生出來的差異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 一個字一個字去看 所以說寫漢堡 再看金 再看完 那他可能就會知道說 如果是 如果在我們後面呢 有個布的話 那代表可能是negative的 但是呢 如果在我後面 他可能會說 我是主詞 然後布是個否定的詞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在主詞後面 加一個否定的詞 才是negative 如果這種順序性的詞藥的話 他才可以幫助他 我們去更早去發明說 到底一個句子 它是代表含是什麼 所以其實 RN 相對於 一般的這種全連階層 它的差別就是在說 它其實是可以考慮說 我先發一層次 你再發一層次 你所造成影響 但是 你用一般的layer的話 就沒有辦法造成 就是你沒有辦法考慮 它就是考慮說 這些字都同時出現 但沒有辦法考慮它們 先後順序 那 真正實際在做RN 的時候 其實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因為之前前面有跟他講說 我們在餵給資料的 input 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直接餵給他一個文字 我們必須要把這些文字或圖片 都轉換成一個項量 它才可以看出這個數學的項量 所以 我們可以非常簡單的 用 有玩法影響點的方式 去 表示每一個字 所以每一個字呢 都會是一個項量 大家都可以想像說 我們已經有一個 每一個字的項量 那每一個字的項量呢 它這樣就一句 比如說它 它就會變成一個 RN 的這個模型 它RN 的這個模型呢 它就會去 吐出一個 另外一個項量 就是在COMBO5之後 的一個項量 然後在COMBO5這個項量 它就會有一個更新的項量 然後在第二個時間點呢 它又會再有另外一個項量 然後它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接收到前面 看到我這個資訊的這個項量 以及現在這個金這個字 跟這個字的項量 所以它又可以同時看到 我金這兩字 然後 這樣子 依序的這樣一直往後下去之後呢 它在最後一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它就會得到最後這個字 那最後這個字呢 它其實就代表了 它已經看過 整個句子前面的這個順序了 然後它就會跟你講說 噢 我看到這整個句子之後呢 我覺得它是 negative 的 那這是一種 用RN 處理這個 數量資料的一個方式 那 另外一種方式呢 剛剛講的那個是 原本像是 binate plus credit pension 的問題 那今天呢 假設 我今天想要做的是 一個 像是Google推薦系統 一個字 我就想要去預測 它下一個字是什麼時候 那它可能 現在都可能是長這樣 另外就是 我在今天 給我的時候呢 我可能想要讓 RN這個東西呢 去預測說 它下一個字 可能會是哪一個字 所以比如說看到我 他可能就想要去預測說 在每個時間點 它都是一個 多分類的一個問題 就是 假設我今天 世界上就是只有 一、二、三、七個字了 那 就是 我在每個時間點呢 我就希望說 看到 我今 這個字 那我就想要讓它 最後 分類出來的結果 它的碗 這個字的機率是 越大越好 然後再看到我今碗 這個字的字 這三個字的時候呢 我想讓它下一個字 預測出固責機率 是 最大的 所以它就 就會變成 從剛剛的Binary representation 變成一個 就是多分類的一個問題 然後這樣就可以 實現 什麼樣的 Google 推定系統的 效果 好 那所以其實 剛剛講的兩個例子呢 在 其實都有他們一個 專屬的名字 那第一個 問題呢 就是 我看完整個secrets 之後 我得到一個結果 那這種 通常 這種case 就是叫做 many to one 那many的意思就是說 我有很多個時間點 但是呢 我最後的output 就是一個東西 叫做many to one 那 像第二種狀況呢 就是 我今天每個時間點呢 他都是 會有input 然後也會有output 那他這種狀況呢 通常會叫many to many 對 然後之後呢 這其實是兩種不一樣 處理syncras的方式 那我們之後 也會兩種都 跟大家講說 這兩種的模型 應該怎麼做 讓他整個training 應該怎麼做 這樣子 那所以剛剛就是 非常大略的跟大家講 是怎麼做的 那其實事實上呢 真正在rn裡面的原理呢 是 他會有一些 叫做tlen state 就是 呃 在某一個時間點 他的這個狀態 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 他可能會出實話 一個 出實話狀態這個s0 然後這個s0 它就是 就等於是 一開始的意思 然後呢 他會 今天x1 這個像樣輸入的時候呢 經過這個rn 他就會輸出一個x1 然後這個x1 輸出之後呢 他就會被當成 下一個時間點 也就是x2的時候 的input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在x2這個時間點 你就會看到我 我這個 所以x1這個 向量呢 他其實就代表了我 然後 這時候他看到我經的時候呢 他就在輸出x2的向量 所以這個x2呢 他就包含兩個字的資訊 然後接下來呢 每一步都一樣 然後到最後 所以在 在最後這個hidden state 也就是h8這個時候呢 他其實 代表就是 這個h8 他其實已經 看到x1 到x8 所有的這個資訊 而且他是知道 是有這個 順序性的 因為他每次都是 先產生一個 再後產生一個 所以他 這個h8 他是有 代表sequenture information 好 那 接下來 嗯 就是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 我當初在學rn的時候 遇到一個 蠻困難的 一個問題 就是 我的input的資料 到底要怎樣去輸入 因為rn 他像之前 就是我們通常處理資料 都是一個 2D的一個 array或tensor 就是 你的GP資料 就是NB資料 然後幾個feature 就是 譬如說他 就是NXD的一個 矩陣這樣子 但是呢 在rn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還要多一個 時間這個維度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 他的資料其實是 必須是一個 三維度的tensor 那 第一個維度是什麼 就是 我有幾個資料 那第二個維度呢 就是 我有幾個 時間點 譬如說 像剛剛的例子呢 我有七個字 那這七個字 每個都代表一個 時間點 所以這樣 第二個維度的指 就會是七 然後再來 最後一個值呢 就是他的feature 只有幾個 那 可以看到下面 像 譬如說 我們 這是一個 股票的一個資料 那股票的資料呢 就是明天都會有 開盤的時候 最高跟最低點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每一天的值 我們都會有 四個數字 那這四個數字呢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用來 去代表一天的 這個資訊的一些feature 那 如果是剛剛在文字的話 那個領域的話 那感覺就是 他的feature 可能就是 譬如說 你已經學到 學好的一些 最後一個維度呢 就會是 你有幾個feature 就是幾個維度這樣子 那所以 今天在這個case裡面呢 我們今天 這是 其中一個sample 就是 一個sample 就是一個 2D的array 或是tensor 這樣子 然後所以 今天 比如說 必須要照時間數 接下去排起來 所以就是 會有四個時間數 時間點 然後每個時間點 都有四個feature 所以 最後呢 得到的一個 cancer 就是 一個sample 譬如說 你今天是1234 這樣是第一個sample 那你第二個sample 可以是 2345 然後 然後 這樣一路往後 slide一下 那這邊 這邊 就為了讓大家更容易了解 所以 給大家一個 小小思考的時間 今天呢 有一個人叫做 Jack 然後呢 他想要去用一個 RN這個模型呢 來讓大家 去 預測說 他的指導老師 對他這個論文 這個 論文的意見 是怎麼樣 所以他想要 如果有N個sentence 然後 跟每一個sentence 他的binary level 記錄下來 然後呢 如果 每一個sentence 他都有 K個字 然後每一個字呢 都是用一個 D dimension 的一個像樣 叫做表示的話 那 我們 這個 這個 RN的音符 應該是要找怎麼樣呢 這邊有三個選項 所以主要是 N個sentence 然後K個 我有D dimension 應該是 輸的 格式應該是哪一個 打思考過後呢 應該可以 很快的得到 就答案其實是B 就是 你有幾個sentence 你等N就把他B一個 然後呢 你有K個Word 那K個Word 就是每個Word 他都有一個時間點 所以就是 第二個Word 就是K 然後最後一個Word 就是Feature 展開選項 就是D 所以 你今天 問一群一個RN的時候呢 你三五的tensor 應該就會施展 這個選 這樣子 好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就是 今天 你在做一個 Main to One的RN模型的時候 他講的流程的價格 應該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他會是一個三維的tensor 然後就是 N-simple Tensor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他在第一步的時候呢 他就會進入到 RN 產生出 Hidden State 那Hidden State呢 剛剛講到 他說他每一個時間點 都會產生出一個Hidden State 所以 經過這個RN 這個時候呢 我們最後得到的結果 還是會是一個 三維的 一個Tensor 但是呢 大家知道這個三維的 這裡應該原本 這個是 不一樣的 因為他已經經過RN的upgrade 他已經看到 Sequential implementation 然後呢 剛剛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說 把我們這個三維 這個東西呢 他在最後 第二個維度的最後一個 Vector拿出來 也就是 我們失去最後一個Hidden State 來做我們 最後的Output 所以我們這樣拿到之後呢 我們就會變成 一個二維的一個 一個Array 那這個Array呢 我們就可以再經過 一個簡單的Free Connect Letter 我們就可以知道 最後綠色的結果 然後這就是 呃 這邊把 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圖 這邊 這個圖 用詳細的一個 用詳細的一個 這個Tensor的Size 跟大家講說 一定要這麼做 那這 對應到之後的 程式碼 也不要這麼細 所以 一開始就是三維 然後 這邊 經過RN的三維 但在這個時間前 因為你只想要 做一個Step 所以你就把三維 第二個維度 的這個Vector 取出來 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這邊呢 就是 我們怎麼樣定義一個 在Packet裡面 我們怎麼樣定義一個 簡單的RN這個模型 然後呢 RN這個模型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基本上 他想做的事情 就是 他的管理做好 就是 你的Input Dimension 是多少 然後給他 然後 你的Tiden 裡面要幾個 Neuron 然後在這個點 比較重要的是 通常 我們會給他設定 是 Best First 這個產生 要給他設定是True 因為通常我們第一個 剛剛講的 第一個都是 那個Sample的菜式 所以 第一個就是 Best First 這樣子 然後還有 比如說 RN 它其實也可以疊很多層 你可以疊兩層或三層 所以這邊呢 我們是用最簡單的 就是 使用一層的RN 你就可以 這樣定義完 一個RN模型 這樣子 好 然後 接下來 我們要定義FORVG的函數 那FORVG的函數 就是說 我今天 資料進來的時候 他應該怎麼做處理 所以 譬如說 我們今天 進了這個參數呢 一步就是 Seql 這個Variable 所以 這個Seql Variable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三維Tensor 然後呢 今天 我把Seql 移入 RN 這個模型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出兩個Output 第一個Output 叫做 Recurrent Output 那Recurrent Output 它就是 儲存了每一個時間點 它的TNState 所以它的Ship 會是 Bash Size TNState 跟Dimension 也才是一個三維的 就像剛剛講一樣 然後呢 在它同時呢 它會直接 傳給你最後一個 時間點 就是 LastState 它的最後一個時間點 它的TNState 但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你可能 想要 很多不同的 你可能要疊很深 你可能要疊很深 你可能要疊兩層或三層的 RN的Layer 所以 最後這個 LastTNState 呢 它的Ship 也是一個三維 就是 你有幾層TNLayer 然後 Bash Size 然後 又是我們這個 Test的話 因為 這個 只是E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 把它做一個簡單的 reshape 就是 把它變成說 它是複一複 就是它會是蠻帥的 然後 第二個維度呢 就是 我剛剛 Recurrent Output 它的第二個 維度的數字 第二個維度的數字 而且就是我們 TN Dimension 所以它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Grid Size 然後 乘以Dimension 的一個 各維的一個 天色這樣子 然後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看是它經過的 off-layer 可以怎樣 就可以知道 最後的off-這樣子 好 然後 這是 就是 這個 model的off-這樣子 所以 可以看到說 我今天 這個X 我就是水技術 18個子 那就是三個個 譬如說 我今天去Size 5個 然後 1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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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呢 其實這個step有跟你講 就是我先 input data 進去 然後它經過 rn 的 output 之後呢 我就會得到一個三維 tensor 那每一個三維 tensor 我都在把它 最後那個 feature 都在 最後一個維度再進行一個 再進步一層 然後把它變成 從 feature 的 dimension 變成到 一個數字 一個這個維度 因為我們每個時間點都在 output 所以最後的 output 呢 還是會是一個三維 tensor 然後呢 這上面的架構都跟剛剛差不多 但是 接下來這邊呢 或是比較複雜一點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說 我們每個時間點都會有一個 hidden state 那每個 hidden state 呢 我都想要讓它 output 變成是 只有一個數字的字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output layer 就是把它從 hidden dimension 然後呢 我們這邊就可以簡單寫一個 forward 圈 然後 就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好用的地方 就是在說 其實你可以在 forward 圈 就是它對每個時間點 然後它 size 1 就是還有幾個 time step 這樣子 然後對每個 time step 我的 output 都opend 就是它的那個 repend output 是一個三維尺 然後呢 我今天選 它每個 time step 的 hidden state 所以就是 冒號就是 對於所有的 base 然後就是那個 time step 的那個字 然後最後那個 冒號呢 就是對於所有的 dimension 都去 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說 對它做 update 的這件事情 然後就把它 変到 output 這件事情 然後 然後 但是我們前面有說到 就是 它特徵一定要用變成嘛 所以 最後呢 我還要再把這個 再做一個 特徵的轉換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把它轉換成一個 tensor 給操作為一 然後 所以這邊呢 最後的 output 圈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還是一個三維 但是它就是 每一個最後的 一個 dimension 都是一這樣子 好 然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樣 剛剛的歷史 它最後 output 出來的結果 還是一個 三維的 tensor 但是它最後一個 dimension 之一 但是呢 通常 在 剛剛講的是一個 比較 好懂的例子 就是 用一個 破迴圈的方式來讓大家 了解說 為什麼要把每一層 的 hidden state 都通過 通過一個 fli connected layer 去投入到最後的 output 然後 但是呢 但是 其實有時候 我們在train這段 的時候 其實不喜歡破迴圈 因為 forward圈其實是比較慢的 我們想做到的事情 其實是 如果可以利用 所以 我們可以把上面的層次 稍微 改寫一下 就是 我們先把整個 output 它先 reshape 就是 每個 batch 跟 time state 直接把它 相乘起來 然後就只剩下最後一個 dimension 所以 這樣子就變成 只有二維的 一個 矩陣而已 然後二維矩陣 我今天就直接 對這二維矩陣 因為反正那些 feature 都還是一樣的 我只是 把它的圍度 縮減而已 所以我今天 直接對它做 就是 up layer 把它亮到 一件事情 這樣它就會變成 batch train 然後 讓你二維矩陣 然後最後呢 再把它reshape 回來 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這樣子的話 你的這個 code 會跑比較快 因為 拖過圈 這邊畢竟是比較花時間的 好 那這邊呢 就給大家看一個範例 就是 我今天想要用 我的 chating data gen x 跟txt x 我都是用sine的這個曲線 然後就是 把它切成 -100來100 然後沒有0.17 的數值這樣子 然後我想要用 sin x 的數值 去預測cosine x 的數值 然後我這邊呢 就定一個 man to many的模型的架構 就是 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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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跟大家講的 然後呢 來做train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就是follow 跟之前一樣 差不多的方式 那我們就可以 利用rn的方式去 慢慢去 去卸出說 它的這個function 這樣子 然後我可以 這東西呢 我有放在collect 所以稍微 好 大家看一下 這邊這個model架構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 一個man to many的架構 然後所以今天呢 我今天 input這個呢 就是 它的size 就是 我今天也有100個sample 然後每一個sample 它都是有20個time step 然後每個step 就是只有一個feature 因為sin x 就是只有一個次 然後呢 我讓它跑100個iteration 最後呢 就可以看到它 在training的時候呢 它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 就是 只取了它 一點點的pattern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它都是 慢慢增加 它就會慢慢去faint 好 沒有 它 就是 前面這邊爛掉 然後後面之後 然後 最後呢 它就可以學出一個 sequential pattern 這樣子 對 好 再來就是 RN的一個範例 好 然後呢 剛剛講的前面 是最簡單的一個RN 這樣子 但是 因為 沒有時間跟大家解釋太多 但是 大家可以想像的就是 RN 它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今天 在每一層的時候 它都是這樣 一度這樣沈過去 那所以它其實 我前面有跟大家講說 RN 其實會有 gradient management 跟expression的問題 那所以後來 就有人提出說 要怎麼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因為RN 它沒辦法去儲存到很多長期的資訊 所以後來 就有人發明兩種不同的架構 一個叫做 LSTN 一個叫做 GRU 然後LSTN 它的就是 Long short-term memory的縮寫 然後 第二個 GRU 是Gated Recurrent Unit的縮寫 這樣子 然後這兩個 模型的架構鞋 是現在最常見的 就是 它 通常我們講RN 的時候都不是講 最簡單的RN 可能都是講 CN 或是GRU 是一個模型 其中一個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他們會有很多不同的 一些Gating Mechanism 然後 我們可以 譬如說 我們今天的句子 一個句子 看到朋友 40個字 或者50個字 那如果 因為一般的RN 的話 它看到最後 最後一個字的時候 它就引忘了第一個字 所以 它其實設計了 一些 原理 然後 可以去 記錄比較長的一個 sequence 的資料 然後呢 那其實要怎麼用 其實都 很簡單 就是 你把NN.RN 直接換成 LSP 根據來語 就可以直接 無痛轉移 變成 不同的Model 這樣子 對 其實 然後他們的產品 基本上 是非常相似的 就可以直接用 然後呢 這張圖呢 是跟大家講說 一般的RN 的時候呢 它如果 就是 它沒辦法去 很好的抓取到這種 如果 句子是比較長的話 那它的效果 可能就會 抓一些限制 但是 如果用的是像 比如說 這樣子 這次是 然後 這個 綠色 它是GRU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如果用這兩個模型的話 它們可以 不同的DL DL 三分 得到比較好的效果 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個 比較 更常用的 但是 這個東西呢 其實你必須要看中環有 就是 這個東西叫做 Bidirectional RN 所以有時候呢 你覺得說 我從前面一樣看過去 雖然說已經有看到 Sequential的資料 但是 我如果從後面看過去 會不會有不一樣的效果呢 所以 後來就衍生了一個 變形叫做 Bidirectional RN 那就是說 我今天會有一個 一條線 是從 就是 依照原本 順序從左邊 來右邊看過去的 然後每個這邊 都會有DSA 然後 另外一條線呢 它是從後面看回來的 後面看回來 就是說 它也是 每次都換 包括一個DSA 所以 今天呢 比如說這邊有DSA 這邊有DSA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只看第一個字 但是呢 這個DSA 它看到 從後面到前面 所以它其實 整個句子已經差不多看完了 所以 這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學到說 從前面 跟後面 兩個不同的 底下就是判斷 然後 通常呢 我們就會把這兩個 像樣呢 把它做 Contake 就是把它 合在一起 或是看你要做香蕉 或香蕉 其實就可以 這樣子 然後 這是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 類型的一個 然後 這種東西 通常會比較常用的是 在 做自然原主力上面 因為 有時候 你從前面看過去 跟後面看過去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 然後 你就可以抓 前後的關係 而且像 這個Fature 會更多一點 但是如果是在 Time Series Redition 的話 就要非常小心使用 這個Bid Directional 這個問題 對 然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小敘事 就是之前 有一次我們參加 那個 在做 也是股票 預測的一個 競賽 然後 那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 然後 就一直 結果效果都很不好 然後呢 我們就改 加了 Bid Directional的 然後後來 效果突然 就直接 報表 就是都預測很準 然後後來 我們才發現 就是 為什麼會預測得很好呢 因為 Bid Directional 他已經從後面 看過來說 他已經看到答案 所以他就 當然預測得很好 因為他已經把答案記起來了 因為 因為我們常常做 預測的時候 我們就是 這樣一天 第一天 預測第二天 然後一二天 預測第三天 預測過去 如果你要預測一四天 你已經在 後面過來的時候 已經知道答案 那就是 這個預測得很好 後來 所以後來 我們一直 自以為自己 整個強到不行 然後後來 就是 丟出去 三米之後 才答案記 整個白球 對 所以大家 這樣一個Bid Directional的RN 就是如果要 處理那種 不能跟他談 就是 你要把就是你自己的文 不要設計好 不然就是 盡量都要用這個 架構這樣子 然後 那要怎麼樣做 Bid Directional的RN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 多加一個參數 Bid Directional 對 自動 會幫你做 這件事情 但是呢 像他最後 Output 就是 它的 向量會多兩倍 比如說 MFD 就會變成2D 因為他就是 先 佛我會有一個向量 白我也會有一個向量 所以最後 你的Output 就是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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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最後呢 再跟大家介紹 一些 要 就是 再把之前 講的 MN 跟大家 講解一下 怎麼樣用 RN的方法 是做的 那一般的RN 為什麼 RN 在這種方法會有用呢 是因為 通常 你今天 譬如說 中文 轉換到英文好了 你今天中文是四個字 轉換到英文可能是三個字 或是五個字 就是 你今天 E4跟Output 他們的長度 都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RN 就是非常適合 出一種長度不一樣的資料 因為 不管你長度多少 他最後 經過RN 都還是會變成一個State 所以 就是非常適合 出這種資料 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用那個State 才做不定 然後 所以 像現在很常見 一個模型叫做 Signance to sequence 就是 左邊這邊是 一個英文的Sequence 然後 To 另外一個中文的Sequence 它裡面的方法 也是用RN 下去State 那其實它State的細節 就是 它把 這些字 就是剛剛用 剛剛的方法 然後它就用GiU 方式去Encode 然後 最後一個 Time Step Kidense Step 然後 最後這個Time Step 它其實就會 分成一個 叫做Encode架構 Encode架構 我這邊只看 譬如說 英文的 就是英文的 學一個 然後 然後 這邊中文的Decoder 就是它 它目的呢 就是要把 Decoder裡面 就是 看到這個 最後這個Hidden State 然後就化一個 成一個中文的 一個G字這樣子 所以它就把 前面這個Decoder 最後的一個Hidden State 拿進來 然後再把 在接下來 用這個Decoder 去輸出 每一個 Time State 它的中文的字 應該是 怎麼輸的 就變成這樣 這樣子 你好 然後呢 最後再跟大家 小小分享一下 就是最近 我們Decoder 在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 做一個研究 就是 這是 學士學長 學姐的一篇研究 他就講說 其實 我們 大部分的時間點 都不知道 就是 神經網路裡面 每一個Neurons 都在做什麼 然後他這邊 Heber很神的點 就是在說 他就分析說 RN它裡面 就我剛剛講 那Sequence to sequence 它是 怎麼樣去 可以去 預測出一個 從英文變成一個 中文字這樣子 然後呢 他最後做出來的時間 結果就是 我在 RN裡面呢 每一個Neurons 它其實會有一些 特定的Neurons 它是去存 某一個 字的 資訊 就譬如說 呃 我這個資訊 它可能都是 在第一個Neurons 然後是 這個資訊 它可能都是存在第二個Neurons 然後呢 同時呢 它也會 有一些Neurons 它會去存說 譬如說 我這個字它通常都是說 你在第一個字 或第二個字 這種Countdown的Neurons 然後也會有 Storage的Neurons 就是存 每個字的這種 資訊這樣子 然後才能夠 讓它在 熬補的時候 可以準確的 去預設出 某一個資訊 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還蠻有趣的 研究這樣子 好 那 RN的介紹就 差不多到這邊 那我們就 先下課一下 然後等一下最後 就會講 重頭戲CNN